你曾经对我说 你永远爱着我 爱情这东西我明白 但永远是什么 姑娘你别哭泣 我俩爱在一起 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 永恒的唯一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 永恒的唯一 好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练曲1980的前奏部分啊 首先呢 它是一个原调是异调的 那么我们变道夹呢 夹到四品上跟原调是一样的 但是每个人嗓音不一样 你可以夹到二品 夹到三品 夹到四品 夹到五品都是可以的啊 我现在是夹到三品上 比较适合我的嗓音 第二个呢 我们要清楚 整个曲子它的拍子是八六节奏的 就是每个小节有六拍 对 一二三四五六 或者是你打拍子的时候呢 我们把三个音变成一拍 对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它的强弱关系就是强弱弱 自强弱弱 怎么打拍子都可以啊 咱们看一下 第一小节是一个C和弦 那么我说一下 上面是一个C和弦底线 所有打叉的部分 打叉部分 一定是默认成和弦里的音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 第一拍是五弦跟一弦同时弹 对 手指动都不用动就可以了啊 第一拍 第二拍 第三拍 第四拍 第五拍 第六拍出现一个一了 会单独告诉你这个一 我们需要用一指来摁出来 在一弦的一品上 好 连在一起 一二三四五六 对 咱们看下一个小节是一个C和弦啊 那么这个三 一弦的三品我们单独把它摁出来 用我们的四指 一二三 看 下一个又到二弦了是不是 那我们一指要还原回来 因为这个X是C和弦 连在一起啊 第一小节第二条节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对 好 下一个是一个F和弦 我习惯性先把这个F大七摁好 对 法拉多咪 再用拇指的被指把六弦的一品摁住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面没有弹到一弦 对吧 好 第一拍是六弦跟二弦同时弹 第二拍四弦 好 三弦 二弦 二弦 三弦 对 手指连动都不用动 对 一二三四五六 对 下一个回到C和弦 又都是X 手指动都不用动啊 第一拍 二三四五六 对 又到了F和弦 都是X 动都不用动 直接过来就可以了 上面怎么写的就怎么弹啊 一二三四五六 对 C和弦 好 第一拍 一二三 然后五弦 五弦 好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四弦的三笔 那么我们哪个手指弦着呢 四指弦着呢 小拇指出这 单独把这个四弦三笔把它摁出来 对 连起来 一二三四五六 对 下一个四一颗弦 一拍 三弦 二弦 这一颗弦的时候 我们需要中指过来 我们的无名指 摁住二弦的三笔 一二三 好 连在一起这个小节 一二三 过来 一二三 对 又到四一和弦 一二三 对 比较简单啊 然后这七和弦 这个位置很重要的啊 先把这七按好 我们一指先不用动啊 然后六弦 五弦 好 出弦 一个四弦的一笔 这个音非常重要啊 这个音就是一个不和谐的色彩 好 然后三弦 二弦 到一弦的时候 我们一直要回来了 为什么呢 这个X上面写的是 这七和弦 默认成一弦一笔 然后把它弹出来 对 然后这个这七 对 直接弹出来就可以了 这是整体的前奏部分啊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好听 那么 这首歌主歌的部分呢 基本上采用的是一个 登三二一二三 那这个时候 我们打拍子的 会 用两拍的形式 会更简单一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变成 对 然后C7 比较简单 C7的我们四指摁住这个三弦的三柄就可以了 对 F和弦 三半也可以 或者是小横也可以 或者你都不会的话 并成阀斗咪 大七 把E弦变成咪也可以 然后C和弦 比较简单啊 主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跟三二一二三 这种伴奏的方式就可以了 跟指的是每个和弦弹的第一下 叫跟音 C和弦呢 我们弹五三二一二三 然后F呢 你可以弹六 或者是用小横暗的方式 四三二二一二三 对 然后呢 这里面没有太难的 是不是 DM7和弦 一指横暗 一弦二弦 一平 加上一个 三弦的二平就可以了 C7 好 我说一下 主要说一下这个 这个 副歌的部分 扫弦的方式 扫弦的方式呢 它采用了这个 都是下的方式 下下下下下 这种方式 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下下 你看 第一拍的时候 我们稍微强一点 第四拍的时候呢 我们稍微刺强点 变成了 下下下下下�� 这是力度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拨弦的扫弦的时候呢 它的位置 你看第一拍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们要扫到这个中高音上面 就是 就是一二三 一的时候往高音扫 中高音扫 然后呢 二三的时候呢 往中低音扫 对 C颗弦 是吧 我们也扫出层次感的时候一定是 第一个是它的中音的位置 第二个呢 是我们扫音区的位置 这两个你都做好的话 你的扫弦一定是有层次感的是吧 你可以最开始的是用慢动作 大 整体是一个副歌的部分啊 最主要我讲的是前奏部分 摄影的就比较简单 加油吧 好 好